哈喽大家好 我是刀圈的小学生 郑远航 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 松田军南的战术爪刀 KM265胡爪 这只爪刀它属于一个 还是比较强壮的形犯 它厚度是5.2 不算特别厚 但也绝对够强壮了 因为我们知道 卡巴1217这种战术刀 它的厚度才4毫米 一些现代的战术刀 比如说疯狗 或者说 葛伯的一些战术刀 它的厚度也仅仅是6毫米 而这把爪刀 它做到了5.2 是绝对足够强壮的 很棒的一只 这把刀 它是一个战术直爪的 这么一个设计 我们正手握持的话 比较舒服 然后我们来反手握持的话 它的尺寸就稍微有一些大了 这个也回答了大家的 一个其他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生产的 那些战术爪刀 就真正可以玩花样的那种爪刀 很小的一个原因 它小了 它是为了是上活用 这只的话 它属于一个战术直爪了 正常用 是很舒服的 如果要让它当一个这样的活的话 它就很大了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了 实际上它这个尺寸 在直刀里面是绝对不算大的 你可以看到 仅仅才到20 仅仅到20 所以它在直刀里面 尺寸不算大 但是它一旦做成爪刀 就是比较大了 这和它的形质是分不开的 这是它的刃长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刀的一个细节 复杂研磨的刀片 空心研磨的刃区 上开假刃 背部的话也做了一个对称的研磨 整把刀的线条很立正 OU31刚才 橘子logo就是品质保证 对于喜欢爪刀的朋友来说 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可错过的一款作品 孙天俊男的爪刀作品不算多 也就几款 非常香 黑色的染色米卡塔手柄 孙天俊男手工定制K翘 锁定牢固 不晃不药 轻松推刀 不卡刀 不伤刃 我持手感一级爆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孙天俊男的一款战术爪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